大家好,我是Toby 很多人觉得德国人挣很多钱的 在德国花一欧元就像在中国花一块人民币 这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不能这样算 作为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在德国一百块人民币 可以买什么东西 一般在德国刚开始工作的幼儿园老师 一个月的工资是2600欧 叫35%的税以后还有1700欧 你们觉得多吗 我网上查了一下 在北京的幼儿园老师一个月税后 大概5000块钱 我觉得不管是在中国或者在德国 他们挣的钱就是太少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如果你们也觉得 你们就点赞和打个1 如果你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在中国挣100人民币 所以在德国是差不多35欧元 我很久没开过公共汽车 我觉得中国的公交非常便宜 你花一块钱 你可以开到很圆的地方 你们看在这里很贵 下站下车要2块6 我觉得很贵吧 就是20块 20人民币 先对比一下吃饭吃餐厅 你可以吃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牛排 或者1.5顿饭或鸽 那请问 35欧在超市里可以买什么 第五卫生值 这个是16卷 5块1毛6 35欧可以买差不多100一个 现在在德国卫生值比金子生值更快 我估计圣诞节的时候 35欧只能买50卷 牛奶 这么多的牛奶 牛奶差不多相当于1块钱 所以35欧可以买35盒牛奶 5花肉 5花肉 1公斤9块8 所以35欧可以买3.5公斤5花肉 那如果天天吃红山肉 我可以吃3天 米饭有这个 1块7毛 这个可以一个人吃 35欧可以买20个 20天吃米饭 鸡蛋一盒 普通的3块4毛 这个普通的鸡蛋 35欧可以买100个 100个鸡蛋 100个鸡蛋才中了多少钱 葡萄德国的 很多个来的葡萄 1公斤8毛 这个太多快一 可以天天吃葡萄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德国人特别喜欢吃葡萄 因为便宜 饼干1块9毛 2块的巧克力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你们肯定认识的 德国 很有名的 一个要1块1毛 所以35欧 可以买30个 你们会不会天天吃巧克力 我不会 那如果你是个非常喜欢吃甜的东西 你就可以很容易在德国生活 好多 萝卜 一公斤 七毛 黄瓜 德国的黄瓜 一个1块钱 1块欧元 白菜 1公斤 2块钱 蘑菇 1公斤 6块5 葡萄 1公斤 3块钱 苹果 这么多的苹果 1公斤 1块钱 纽约国今天打折的 1块4毛6 辣椒粉多于 1公斤 15欧 听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这样的视频 或者你们还没关注我 那现在关注我吧 爱你们呢 拜拜